记者蔡孟上新竹报道,新竹县北浦江南新村长林仁发说,游客经常走访的北浦老街巷内有件几十年都没人住的专造平房围墙军列倾斜,他担心倒下会压到游客,想找屋主修缮却找不到人搬到哪去了。 今天透过警方北浦分住所联系上菜,姓屋主县住处附近的新北市中汉派出所,希望能尽快找到人。 这间老房子的砖墙清洁已经很明显,前几天连假游客多,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倒下来压到人。 林仁发曾透过林里要找屋主,但这间老砖造平房已经好几十年没人住了,附近邻居也都不知道屋主是谁,眼看围墙越来越倾斜,让他忧心忡忡。 警方表示,原本有人建议把整条项道拉起封锁线禁止行人通过,考量其他住户进除需求和假日观光人潮通行。 因此没有采用这个方案,但正面砖造为墙倾斜的确有可能造成公共危险。 所以汉林仁发先行把砖墙靠近向道,这一面拉起警戒线提醒行人不要靠近,尽可能快速通过。 然后透过警政系统连线请兴北市中汉派出所也派员帮忙找人。 林仁发说,这间位于慈天宫旁南新村503巷内的老房子,外观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内部因为长期无人管理已经亲疲不堪,现在连围墙都快到了,希望认识屋主的人赶紧通知他回来处理,保障路人通行安全。 详识 3 4 8 8 7 8